就是在表單裡面增加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可以把什麼呢 Essail裡面的最下面一筆記錄 就是也許我們先把一筆記錄 如果可以丟過去沒有失敗的話 那再來就可以把所有記錄都丟過去 那丟過去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給刪掉 OK那意思就是說 其實主要當然模擬一個情境就是說 可能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 你前台很多人 但是問題 最後你要怎麼把它彙整在一起 彙整有沒有 你就需要一個地方可以放 那放哪裡比較好 放你的檔案好 還是放我這邊好 而且你會把Essail本身它就不是資料庫 如果你要彙整大量資料很容易失敗 而且很容易鎖住 很容易造成一些不可預期的狀況 當然它可以這樣做 可是不建議這樣做 通常呢 通常怎麼樣 先丟到 所有資料先丟到資料庫 彙整在一起之後 把舊的資料刪掉 反正大家都做這樣的事情 那所有人的資料 通通在資料庫裡面了嘛 那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再到資料庫裡面去查就可以了 OK那 假設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大家彙整資料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希望在那個表單裡面 多增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基本上就是 在 也許可以把這個複製過來 Ctrl鍵按住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 也許 按鈕的名稱 改成叫B1好了 OK 剛才有B1 應該B3 OK 好 Enter 然後呢 再來把它的 Caption名稱 也許我們改成叫新增 不過就新增一筆啦 意思就是新增一筆 如果我今天希望新增一筆記錄的話 好 那現在當然裡面是空的 所以我把它點兩下 它會跳出 B3 Clicker 當我按一下B3的時候 那我希望抓一筆資料 這一筆資料呢 就是最下面那一筆資料 所以 抓到之後呢 那我要跟資料庫連結 連結之後呢 再跟資料庫 跟他講說 我要insert into什麼東西呢 有五個欄位 五個資料 這個五個資料呢 就分別在哪裡呢 就分別在這邊 那請你幫我把它丟進去 好 如果你丟進去成功之後 告訴我 已經新增成功了 大概這樣的訊息 不過 因為ADO 它有一些東西 可能沒辦法背 那所以呢 我這邊有一個範本 提供給各位 也許我們先直接來看 B3 Clicker 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去 把資料新增進去 那當然這裡面的話 有幾個 也許中間這一段 先Copy一下 中間這一段 把它放到這邊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 哇這個 這個頭的地方多了 首先第一個 我要把資料丟過去的是在最下面那一筆 那最下面那一筆的話 基本上我從B2去偵測 B2向下偵測到這邊 所以是第14 也就是把第14筆的資料怎麼樣 先幫我 先 就是先抓到 那基本上呢 我產生的總共會有五個變數吧 A B C D E 這五個變數呢 分別去抓什麼 抓這個資料裡面的那個 從第二欄 一直幫我抓 抓到第六欄 反正就是這個資料就對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已經寫好的一個 一個程序 是一個Sub 這個Sub的話呢 它可以接收 我們有五個引述 這五個引述的話 基本上就是其實就底下這一段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其實就給各位當範本 因為 這個是 把這個複製 先貼過來 那理論上 其實ADO是非常複雜的 裡面的話 它裡面可以有很多 它是一個韓式庫 裡面的話 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跟資料庫溝通 但是 而且你到那個 博愛錄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那個ADO的Bible 它那個書 厚厚一本 那個書也買回來看過了 那那很早以前 我是把它買回來 然後從頭到尾真的很認真看完 看完之後的話 我發現我本來會寫的 後來發現我不會寫的 因為它提供各種方式 每一種方式都可以跟資料庫連接 都可以去完成你要的動作 後來我發現 哪一個方法比較好 我就開始猶豫了 後來我發現 最後呢 得到一個結論 其實 根本 以一般來說 根本不需要學那麼多東西 後來我發現 其實你只要掌握兩個原則就好了 第一個 如何把ADO引用進來 因為我需要跟資料庫溝通 第二件事情呢 你要跟資料庫溝通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SECLE OK 所以兩個部分 可以跟資料庫連接 可以跟資料庫用SECLE溝通 這樣子 很快的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當然坊間有很多種方法 你們自己去買書來看 你會發現 哇 資料庫裡面 哇 它好多個章節 而且各種方式都教你 但哪一種方法比較好 它沒有結論 它要你自己去判斷 OK 那我發現呢 那當然這個方法 你會了 可以連接資料庫 會下SECLE語法 除了在VBA裡面可以用 其實在其他地方 用法也都一模一樣 比如說呢 像什麼PHP啦 跟MySECLE連結 它的概念也都一模一樣 跟Java Java跟後端的資料 連接也都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後來發現 大概這一招就夠用了 你學了一堆之後 反而你不會了 OK 所以最重要是 那 程式本來是很長一串 但是最後 我把不需要的東西 把它留下來 最關鍵的 就只有這麼幾行 不過仿間的書籍 你們可以自己去翻一翻 絕對不只這幾行 一定會非常 這個 至少行數超過10行以上 那我是把不需要的地方 先把它拿掉了 留下你們需要的 如果你需要寫多一點 你可以再參考了 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只是說呢 這裡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哪些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剛講過 第一個 因為我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ADO的 一個外掛的韓式庫 其實它就是一個 一個Library 那這個Library 韓式庫的名稱 叫ADODB.Connection 那這個Connection 顧名思義 Connection 連線 對不對 那其實在那個 VBA裡面 有一個慣用的方法 叫CreateObject CreateObject 意思是說 我有一個韓式庫 它也許是一個DL 我需要把那個DL載進來 然後呢 可以讓我在VBA裡面 當成一個物件來使用的話 它的基本的語法一定是什麼 Set 後面呢 是這個物件的名稱 那這個名稱呢 你可以自己取 所以我取名叫MyCon OK 後面的話呢 等於哦 CreateObject 這個CreateObject呢 是固定用法 在VBA 如果你要引用 外部的那個 韓式庫 或者是一個外部的一個 像是 Internet is Pro IE也可以引用進來 Outlook Application 也可以引用進來 Word Application也可以 就是外掛啦 你要把它掛進來就對了 那一定會用CreateObject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連結資料庫的話 那我需要叫 ADODB的 這個點Connection 那這個部分哦 都固定的 所以你字不能打錯哦 OK 那這裡面當然這東西在哪裡 其實它主要是在這裡 設定以用項目裡面 如果你要找哦 它應該是在設定工具裡面設定用項目裡面的 叫MICROSOFT的那個 ADO 這個 ACTIVE 這個就這個 它有好幾個版本 最新的是6.0 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這個東西啊 就是一個DL OK 那當然呢 你如果要用打勾的方法 引用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方法 比較麻煩 你要先打勾 然後再宣告 再set 導播怎麼樣 一行 CreateObject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什麼 先建立一個 ADO的物件 有沒有 把它引用進來了 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物件哦 OK 那這個物件要做什麼呢 不明思義嘛 它是一個Connection 那Connection什麼呢 就是連結那個資料庫 所以我們產生了ADO之後的話 再利用這個 這個物件有沒有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Open Open什麼東西呢 你就要告訴它說 你的 資料庫在哪裡 所以呢 我的資料庫是放在什麼呢 This Workbook 就是 跟這個工作簿 點PASS 一樣的路径底下有沒有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底下有個問題1.ACCDB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跟各位講說 請你把那個檔案 放在這個Excel旁邊 當然你未來 你要放在其他地方 可不可以啊 你就是什麼C貓號斜線 其他其他地方 也OK啦 其實就是什麼 Data Source OK 等於 那前面這一串呢 Provider 這個Provider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SS的驅動程式 那驅動程式呢 字也不能打錯啦 OK 所以你 這個我想你要把它背起來 可怕很困難 而且沒打錯字的話 那更困難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啊 其實實際上啊 因為 因為SS 也是Microsoft的 微軟的 所以呢 其實微軟還 滿保護自己的 應該講好聽一點 講難聽一點是滿賊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把自己的東西 先安裝好驅動程式 那別人的 你如果要用 你要額外安裝驅動程式 而且要經過我的授權 所以因為這樣關係怎麼樣 那當然很多 開發者啊 會當然會比較喜歡用微軟圈套嘛 什麼事都不用 在Windows裡面 都已經安裝好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啊 是用MySQL的話 那你的驅動程式 必須要 額外安裝 如果你沒有額外安裝 你就沒辦法連結 所以如果你要 連資料庫 第一個 要用一個ADO 第二個 用他的OPEN的方法 去找到什麼呢 他的驅動程式 還有呢 他的路徑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連線 應該可以理解啦 你用理解的啦 然後這個當程式範本 以後呢 你就把它 貼上來參考就可以了 自己再稍微改一下 那至於就是說 這個驅動程式的位置在哪裡呢 其實你們也可以找一下 在那個控制台裡面 控制台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 我們找那個完整 找這個完整的 裡面的話 有一個那個 這個 大圖示 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叫做 什麼 不是裝 那系統管理工具吧 我記得好像是在這邊 裡面有個ODBC的東西 有沒有 倒數第二個 在控制台裡面的系統管理工具 裡面有個資料來源 叫ODBC ODBC裡面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他這邊就有沒有 SS資料庫的 然後驅動程式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 SECode Server已經裝了 那買SECode這個是我之前上課裝的 還有其他大概就是這個路徑裡面 你找一下 基本上 驅動程式 SS已經預先有了 所以不需要額外安裝 那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抓到 SS資料庫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把這個 這個部分完成之後 接下來就怎麼樣 再來產生一個SECode語法 所以底下會有一個SECode的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聲也是自己取的 等於什麼 Insert into 那因為我知道在資料庫裡面有一個資料表 叫問題E 裡面的話有五個欄位 Values 後面的話呢 分別怎麼樣 把A B C D E 放在後面 記得喔 因為這個字串太長了 所以本來他是這樣子串在後面的 那因為我空白 加一個底線 再Enter 就可以把它換行 折行 那分別怎麼樣 把A B C D E放進來 把它組成一個什麼 一個SECode語法 特別注意 可能比較容易出錯是 姓名 跟性別 前後需要有一個什麼呢 單引號 OK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比較容易出錯的喔 你如果少一個單引號 或者不應該出現單引號 你卻出現單引號的話 那你就很容易出錯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 姓名 所以前後這邊有一個單引號 但是第二個身高 你會發現身高這邊沒有喔 有沒有 差一點點都不行喔 然後低的話呢 性別 也有一個單引號 這個是非常容易做錯的喔 你看起來好像差一點點喔 可能你光要除錯喔 一整天的時間光找這個問 真的啊 以前 以前對這不熟的時候 我光要找一個單引號 就可以找一整天耶 找不到 這到底哪裡錯 沒辦法執行 所以他最後怎樣 EXCUE的時候呢 就發現錯誤 那也就是說最後這個EXCUE意思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上面的C口語法 給什麼呢 給執行了 那用哪一個呢 用ADO這個物件 幫我執行 那丟給誰呢 就是丟給這個ACCDB資料庫 幫我執行 那執行完畢之後的話呢 如果沒有問題啦 如果有問題就是 他沒辦法連線 這個部分就會出錯了 那最後的話呢 就返還回來 會有個訊息告訴你說 資料新增成功了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這個應該就OK了 那當然 你如果怕有問題的話 這邊設個中斷點 那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啟動錶單 這邊又出這個問題了 這個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請問這一台 一次有可能要重灌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